哇 你们来了 哎呀 来就来 干这么客气干嘛 我要这么客气了 来 叫姐姐 这个是你喜欢吃的 哇 这个是上次我去你家的那个布 对啊 你把鸡准备好了吗 可以 把鸡准备好了 不用那么客气了 来就来吧 欢迎拿吧 欢迎拿这个 这是我带来的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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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尝我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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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没有 谢谢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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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 我拿个蛋 那蛋 好吃啊 对 你要挑那个凹鸡准的 来 看一下这小六家的 这个鸡子 这样 尝一下 这个天吃的会不会甜蜜蜜啊 甜蜜蜜 在哪里结果你 你算见过吗 尝一个 尝一个 没有 我在北京有见好不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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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都来尝尝啊 真的好吃 我已经吃了三个了 我觉得不够 特别是这样 我吃 我也吃三个了 告诉你 特别是像这种起砂的 外面它不是很光滑那种的 鸡准备是最好吃的 是不是有个冻的更好多 那个是那个 不是 那个是这个 搓到的 你看像这种 就是表皮不是很光滑 有点起砂的 那可能最甜的 看来以后摘橘子 还得学点文化吧 不用 这个不是文化 只是 我们这边种橘子的人 教了一个办法 嗯 那买 你要出去买的时候 要会调乳不过吗 对 买的时候 你也是要调这种起砂的 跟小六学了不少东西 哈哈哈哈 不能这样说啊 小六大猪喝啊 等一下我们在小六这里 做饭饭吃 现在刚到小六家里面来 哇 小六好热心 拿了很多正常的果出来 给我吃一家 就我这种吃货 现在到了这个地方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 饭 太厉害了 我们也去买一个这个饭了 就是 他要等你啊 你要下厨吧 啊 哎呦 不用了 咱们春甲 他要下厨 他说做一顿饭给你吃 哎呦 他一开始就说了 那就不行 他一开始就说了 晚上也可以啊 晚上也可以啊 每一群都掰上来 这叫秋子那个 炒的白菜 小六上的锅 秋子白白菜 秋子白白菜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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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干了 那么多油 我怕胖啊 哈哈哈 除了 这个是 哈哈哈哈 你又来 你又来一个食物 可以吃 火烧火 泥炒菜 这个菜 等一下要多吃一点 啊 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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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小六上的汤来了 鸡汤 鸡汤干嘛 好 太厉害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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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辣椒 这火又大了吧 放这盘就放这条吧 哎 对 放这盘 大家都打得到哦 好 好 可以 可以 你不放哪一半啊 没有 这样我们比辣椒好吃啊 这样你就敢吃 不这样 敢吃吗 这样子你就敢 这样敢吃了吗 这样敢了 这样敢了 我把这盘放在这边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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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这盘放到这一边 一边 一边 白饭喽 吃锅 可以啊 大厨你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啦 你们都坐这边吧 没事 都可以啊 太多肉了 可以啊 可以啊 嗯 嗯 今天呢 我们到小六兄弟家里面呢 现在呢 秋子炒的菜 小六还有村长做了这顿非常非常丰盛的菜 我们现在就开始不客气的要准备开动了 谢谢小六村长 小六家人们的热情招待 欢迎你们常来 我们现在开始吃饭了